俄乌局势越演越烈 美国加息声势不减 澳洲洪水阻碍复苏 受多重因素影响 全球股市持续动荡 美国股市引领全球股市下行 三大股指持续下跌 澳股联动走低 板块方面因投资者担心 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科技类板块撑压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 独家解读 加息和通涨飙升 促使游戏规则发生改变 进入财报季以来 资产负债表现强劲的蓝超股 重获投资者青睐 价值型股票占据上风 而科技类股票惨遭抛售 澳洲科技股大跌能否抄底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股票 BRN Brainship Holdings 是一家人工智能技术公司 该公司的软件和硬件解决方案 以满足民用监视 游戏面部识别 和视觉检查系统的高性能要求 BRN公司的股价 目前站在了维加斯通道的上方 似乎在下方已经筑底 公司股价也许会走出 悲饼形态 目前BrainChimp 拥有八项美国专利 和一项中国专利 该公司还指出 近期扩大了国际专利申请 目前在美国 欧洲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地 共提交了21项专利申请 公司近期没有发布重大公告 但是在他们的网站上 宣布与总部位于英国的半导体公司 ARM 处理及IP的领先技术提供商 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提供最先进的解决方案 使传感器产品更快 更智能 更安全 总体而言 目前科技股的走势还在承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BRN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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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